深圳 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中华民族奋力崛起的写照 2012年12月8日 深圳蛇口码头 登上海口舰 统帅和水兵一起航行 驶向浩瀚南海 沿着统帅指引的航向 人民海军开启了一段新的航程 习主席问我话的时候说 打仗的吗 怕不怕 当时我作为老同事代表 我说没什么可怕的 一级军事长王东 正在给年轻舰员讲述 当年习主席登舰和水兵一起航行的故事 至今 习主席的嘱托 依然铭刻在战士们的心里 所以我们171舰 咱们28年一共参加四次护皇 手披护皇的时候 当时是海盗非常多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拉这个战斗警报的 在士兵餐厅 习主席和我们拉家长 我跟主席说 在护皇期间 看到中国商船 在红色的甲板上 打出祖国万岁四个大字的时候 爱国热情 游泪而生 感觉到无比的荣耀 如今 当年与习主席一同航行的战士们 已经成为海口舰的中坚力量 发射起来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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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浪出征十年一见 海口舰官兵开创了人民海军多个首次和第一 越是领袖着脱 越是要坚决 维护核心 停指挥 越是主席关怀 越是要诈实 助劳军魂 报党恩 这就是看其追随 这就是铁心向导 看其追随 这是水兵的忠诚与信仰 当军人面临转力 家属的支持是军人心底的踏实所在 上午时时 随着离港口令下达 导弹护卫舰洛阳舰又一次截拦起航 这是洛阳舰加入战斗序列的第十八个年头 尽管这样的出航早已经历过多次 但六年前的那次出航依然刻骨铭心 2017年这个代初的时候 到了任务地点之后的第二天 转力的通知就正式到了 以后的就属于新的大位了 因为毕竟是在那工作和生活了14年 一小的要离开 对于新的这个地点的这个生活 这个也是这个未知的 心情还是这个有一些 有很多的不舍 浪花奔涌之间 一个又一个军人家庭 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像洛阳舰一样 四海为家岸上做客 这是水兵真实的写照 这马上要走了 我先去给你打个前站 然后给你看一看 毕竟一个新的地方 咱们也都没去过 看看这些怎么样 然后人家人家不管 我是16年结的婚 之后到16年底 我家属随军 17年初 这个刚刚 他考上了一个 那个大连的银行的一个工作 通知转力的时候 他还在一个实习期 然后就感觉 家刚安在那里 然后就 我就要走了 因为我实在是 把我们的 小家也好 工作也好 真的是弄得特别好了 已经非常期待新生活 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机 的连这些 这有一个好机 来看看 有什么好机 进去 没什么机会 那我们 voir 这 我们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每一名军人的本分 潜艇兵的妻子和孩子 早已习惯了丈夫和爸爸的突然失踪 有时候打电话也打不通嘛 本来说是还可以回来吃晚饭 后面就听说是说已经走了 他说妈妈在我的记忆 好像爸爸很少帮我 他就说知道的越少 就对我越安全 等待是一种煎熬 等来是一种幸福 而在九年前的那个除夕 他们差点没有等来自己的丈夫 九年前 即将迎来春节的那个午夜 前行在大海深处的372潜艇 正经受着一场生死考验 前进二 是 前进二 进二道 掉深是潜艇在水下遭遇极度危险的状况 就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掉进了悬崖 它是潜艇遇到海水密度突减 而急剧下沉的一种现象 当时在海楼时 就听到外面的时候有声音 跑出来看这个整个潜艇的这个重情 开始成了大尾琴 我就一看 我到时候动静已经没有了 补充进水 补充进水 由于突欲掉深 水下压力陡然增大 主机舱有根顽口粗的管路突然爆裂 大量海水无一支支箭射进舱室 舱室瞬间被水墓笼罩 生死之门命悬一线 官兵们奋力扭转 但你把这个门一直关上 所以说你的深门 实际上你是比自己的斗死 唯一自救的就是自己 主舰机遇到 主舰机遇到 面对吊神和管路爆裂的叠加险情 生死关头 全艇官兵沉着应对 深度210米 有 深度220米 深度是两分钟 深度是两分钟 共同时的呼吸 10秒钟 印记空气阀门全部打开 所有水柜开始供气 一分钟 300个阀门关闭 数十种电气设备关停 两分钟 全艇各舱室封舱完毕 三分钟 吊身停止 惊心动魄的一幕 像慢慢消失的涟漪 隐没在大洋深处 那天我们临时接了通知 去接码头 我们家老公看到我来了 他也就抱着我在那里哭 他就跟我说就没关系 就不要紧 不要害怕 他们不会游死的 他回来他也没跟我说 现在在广播里面不是听说 那个在说 那什么好说的 不是都过去了吗 是不 一顿丰盛的晚餐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也许是日常的幸福和温暖 对军人来说 却是他们在水下 在天空 在高山 用无数个日夜 甚至生命换来的 最珍贵的馈赠 甚至他就会写量后考 因为爸毕竟在他心里面 可能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少 那个漂亮的啊 可以不 他就这么 因为我是不错 蛮不错 可以可以 虽然在海上 有可能出现 王丰他们面临的生死考验 但看到大海 依然是大山深处的水兵 最向往的事情 穿上四色吧 这么好看 大山深处 战士们终于迎来了 一直期盼的新式军装 杨丽 作为海军 在大山深处 坚守了13年 今天 他和战友们 穿上新式军装 走上属于他们的 特殊战场 在远离大海 一千多公里的地方 有两座大山相对而立 海军某部官兵 就坚守在这两个山头上 寻线 确保通信安全畅通 是这里官兵的重要工作 一般我们寻线 就是一整天 上午寻东边 下午寻西边 大山里面 他这个毒舌 毒蜂 特别多 基本上每一次寻线 都会遇到个 遇到几条 刀法13年了 不会的 你看 首先 你那个下的时候 你这个重心放低一点 腿要蹲下去 确实是踩到那个 滑轨上面 来 刚才 拿上这个 拿上这个 我看 拿上去 拿上去 这样往海边 然后我选择了海军 一直都以为自己 一直会感觉去到海边 我来到这儿 当海军没有去到海边 没有看见 什么咱们海军的舰艇 这是新兵胡富贵 刚下连队时的感受 他渴望走向大海 却来到了深山 他目之所及 除了大山 还是大山 入伍近一年 跟着班长杨丽 在铺满荆棘和乱石的山路上 胡富贵来来回回 寻了一千多公里 大山向来沉默不语 但胡富贵 却渐渐地读懂了这座大山 我在山里面当兵 已经第十三年了 可能军力生涯 也不会见到潜艇舰艇的 但是我觉得 我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就是前线的演员 前线需要我们 第一点我就觉得 自己非常欣慰 虽然地方比较艰苦 但是一切都值得 北山班的兄弟 今天下午山峰里跑了吗 比较孤单的时候 我就会坐着我们的钢架 我想着山那边 肯定是大海 就是远方的战友们 带着对大海的期待 杨丽和胡富贵 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巡献 不管身在哪里 军人的职责都记在心底 终于自己的使命 是十年如一日坚守的动力 而这同样是一级军事长张乃刚的人生信念 首架尽 首架尽十五飞机 从海之某陆基机场前飞 到达航母上空 并加入拖舰航线 放下南祖沟 飞员带名盟下飞尽十五飞机 首次在腰路线上 南祖拖舰成功 正当人们都在为这次成功拙舰欢呼的时候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有一个人却正在紧张着 拙舰成功了以后 下一步就意味着在舰上起飞 就轮到了我们了 我们唱主角的时候到了 因为我们起飞装备到舰上以后 就没有验证过 没有和飞机舰机融合过 到底行不行 具不具备这个功能 能不能实现这个安全顺利的起飞 都是打开个问号的 那天的情景 就像日后无数次出现的场景一样 在巨大通铭声里 歼十五战机缓缓驶向起飞位 旋即开始加大游满 上号各船水准备 它一指 我接受到这个指令 我非常快速地扫视了一片飞机 没有问题 我就果断地按下了这个 这个挡板示范按钮 巨大的轰铭声 离开了我们的华业甲板 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 张爱刚是辽宁舰航空保障部门 起飞系统区队长 负责操纵止动轮挡 每次舰载机滑越起飞 在发动机达到最大推力前 必须通过止动轮挡 将飞机固定在甲板上 让它向拉满的弓 蓄势待发 它操作的释放按钮 就是这个扳机 它因此被称为航母放音人 如果说你放早了 飞机可能就达不到 起飞所需要的这个推力 有可能就起飞失败 最严重的后果 有可能就追海了 所以说这个时机 你不能早不能晚 张乃刚成为人民海军 为舰载战斗机呼啸海天 按下放飞按钮的第一人 为了这一天 他整整奋战了16年 29年前 他加入海军航空兵部队 从事机务专业 虽然身穿着深蓝的迷彩 可张乃刚却从未征战过大洋 因为我们那里 老家的没有海军 大家都在问 说你在海上生活是什么样 在舰艇上生活是什么样 我说我不在军舰上 我在陆地上 他们就不理解 说你海军 你穿着海军的衣服 你怎么可能不在海上呢 即使不被理解 张乃刚的内心却非常坚定 他数十年如荫日的艰苦训练 只为等待梦想成真的那一刻 中国有一天有了航空母舰 那我们就是上舰的 到舰上工作的 这个梦呢 一直到了航母部队组舰选人的时候 突然间有这么个消息 我感觉 这正是我一直追求的 十一年间 更多年轻的飞行员 与飞沙一道 从张乃刚的面前呼啸而过 而在他的身后 更多的舰艇也逐浪而来 与辽宁舰 共同组成了气势恢弘的钢铁舰阵 我在站位上保障战机起飞已经多年 最期待的那句口令 就是装备一切正常 战机允许起飞 我更期待着 有年轻一代舰员 能够走上更壮阔的平台 去放飞更先进的战机 从当初的黄水海军 近岸海军 发展到今天拥有这么大规模的 这样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内心无比的震撼 我们发展这种速度 也让我充满了信心 我们未来会走得更快 走得更远 建设得更好 从四海为家的执着生活 到生死讨厌的冷静面对 从守在深山望大海的坚守 到战云航空 至上海空的信念 无论战位在哪里 官兵洒下的每一滴汗水 都映照着海军将士 对统帅执迷航向的 忠诚追随 大江流日夜 慷慨割未央 海军将士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必将乘风破浪 再创辉煌 这是我们国家 首搜两栖攻击舰 紧张和压力 自然会有一些 但更多感受到的是 挑战和兴奋 海南舰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 首搜两栖攻击舰 对人民海军两栖作战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海南舰既装备有多种火力系统 还能搭载多型舰载直升机 装甲车辆和气垫登陆艇 这种融合了多种作战要素的平台 弥补了我国 由海至岸作战装备上的一大短板 作战迷命开始换准 做好东西准备 别客气 但如何让新装备 尽快转变为战斗力 压力是巨大的 从单架直升机 到多架直升机 从单波次 到多波次的出动 10辆 20辆 和30辆 数量的变化 它不单纯的是简单的防御量 更多的带来的是 各方面的油 水 气 电 以及指挥协同 方面综合的变化 那是指数级的增加的 作战指挥怎么打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靠火 训练是连接新装备作战潜力 与形成实际战斗力的桥梁 离开扎实的训练 新装备形成战斗力 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的未来的海盗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训练 用战争来倒逼我们的训练 来反推我们的训练 来牵引我们的训练 所以我们 在每次出海训练的时候 都是把它当成实战的人来进行的 我是许策 没有想到我能够担任 海军首型两栖攻击舰 广西舰的舰长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可能就在明天的出海训练 所以党和人民 把最新的国之重器 交到我们的手里 既是信任更是责任 开始登陆行动准备 开始登陆行动准备 基岛西舰部 2号动物点 现在态装 明白 海南舰和广西舰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与多型舰载直升机 坦装和气垫登陆艇等兵力协红配合 已比较默契 如今第三艘两栖攻击舰 安徽舰也已展开实战化训练 好装备往往能产生联动效应 两栖攻击舰的服役 让海军陆战队执行登陆任务的方式 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像两栖攻击舰 是下部我们为了作战 重要使用的一个方面 我们由原来的平面登陆 像略海和垂直登陆为 能够快速地在第一时间 缩等我们抢探登陆的时间 能够快速地抢转我们伊仙探头增地 为后续部队登陆 创造有利条件打开通道 创造有利条件打开通道 我现在把警察一万多年报告给你 你放这儿 你放这儿 拿不上 拿不上 我放这儿 放 放 2020年 习主席视察海军陆战队 叮嘱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 放在备战打仗上 如今 谋战 赶战 射战意识 已根植于全体官兵心底 都在为备战打仗 在努力 就为了一种打法 就可以争论两到三天 打什么位置 打什么目标 可以从上到指挥员 到下到下面的距离 一个战士 距离在讨论 感觉到他们就是说 为了完成任务 什么都可以步步 演习越来越频繁 探索越来越深邃 从两棲部队到三棲精兵 全时全域全天后 在制胜的航道上 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 海军陆战队 向强大一流的奋力迈进 也见证了这支队伍的 唤语新生 付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 从一开始的 完全是空白 到逐步探索 最后形成 具有我军特色的 适合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 和军事传统的 我们海军的 远海作战社会目标 两栖攻击舰 与海军陆战队联合训练 是海军体系化练兵的 一个缩影 面对未来战场 只有不停探索新战法 才能抢战先机 我是海军航空兵战斗机 飞行员沈阳 现在我是在 东海火火狗域开展 预演机您录下的训练 东辽 在您腰动动 腰两动作 发现已不明现传 现前处传证 信息化条件下的对决 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预警机与作战飞机 展开协同训练 是海军航空兵 正在探索的 新型训练模式之一 我感觉我们最大的一个进步 就是和运行员机 能够在一起捆暴训练 自己在座房里面 可能只能看见我们和友机 但它是参加 是作为一个刷新机 叫四架飞机 在什么位置 它的刷新是很快的 你能实时知道 它在做什么动作 你为你的下一步的操纵 也指明了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2022年6月的一天 正在训练的 海军航空兵战斗机 飞行员沈阳 紧急执行了 他至今难忘的一次任务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 您已决定我领工 继续离开 否则将报道完结 我记得我当时是升空之后 因为它不断地 向我们东海防空识别区 在靠近 甚至向我们的宁海线靠近 那我们作为 东海一线的战斗起飞的部队 如果我们不去运队 我们不去处置 它可能就会向我们领工来欺败 没有你后悔的机会 或者是辉旋的这种余地 当时外军在东海某空域 开展联合军演 他们多架飞机 持续向我方靠近 行驶十分紧张 间隔很小 就基本上从我旁边飞过去了 而且能看到他们的飞行员 压个大坡度之后 把我飞机挂载的一些武器 亮给它看一下 向它证明一下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有武器的 我是可以揍你的 破离之后 他们就是没有再往 我们这个沿海线或领空 那个方向再飞 从能飞向能战转变 是海军航空兵 一直追逐的目标 无论是海军按机飞行员 还是海军舰机飞行员 都在不断突破装备的极限 训练的上限 放飞尖速飞机 我叫张敏 舰载战门机飞行员 这是我进行的第七次沿海训练 这一次我要挑战的训练科目 是沿海夜间通战 夜战 夜战是现代战争发起的首选 去不了远海 过不了夜间的战术观 就过不了航母编队 全天候 全海域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观 经过一批批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的努力 人民海军舰载战斗机 已经具备了远海24小时 全时代战作战能力 由之前海都送不去 再到现在 太平洋上都有我们的足迹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就感 这个是挺值得骄傲的 从此以后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 就不再是黄水海军 而是真正的蓝水海军 未来海战 不光是水面舰艇的较量 更是空中和水下力量的立体比拼 天上雄鹰翱翔 水下蓝鲸前行 只有经历深蓝的魔力 才能创出至盛的航道 你问什么时候走 你不用问了 反正当你联系不到我的时候 那我能 那几时间现在不能跟你说 那也能跟你说 我该出馆的时候就出馆了 不要问我在哪里 问我也不能告诉你 这是潜艇兵始终保持的战斗状态 我是王小龙 是一名潜艇艇长 这是我们艇队里程碑的一个任务 我压力很大 这是某潜艇的一次出航 对于刚刚完成全训任务的他们来说 出航就意味着 进一步向战场逼近 任务准备过程当中 这在多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像我们教练说的 他基本上是快服役30年了 他从来没有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就五年吧 然后我就执行了这么大的任务 我觉得很有意义 工作起来就热血沸腾的 晚上都有的时候工作到凌晨两点钟 然后这个 大家都这个白天早上还正常起床 然后接着干 就是中午的时候顶着大太阳也是在干 现在强度确实大了 在海上的存在率 是中年享受的 作为大国重器 潜艇的战场在远海大洋 在大洋深处隐蔽地发出致命一击 就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潜艇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 以及恢复隐蔽性 那么在这个任务准备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贯穿全城去抓 这个收获农细节我们还是特别注意的 平时这个过个门关个门关个抽屉 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自个啊一声 可能这时候就被敌人发现了 好 防门关好保持航线 接退的 主长4号8号 由于是回报 在任务中临机设置险情 已成为锤炼打赢能力的常态 正在航行的艇员接到命令后 一场与反潜机的较量同时上演 全时待战是每一个潜艇艇员的本能 他们立即转为作战模式 一旦被跟踪上 其实摆脱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用尽一切可能 要把敌方的甩开 这个过程其实不光是紧张 还是一个斗智斗舞的过程 方向上目标方位增大 有 目标方位增大 航向灵动 是航向灵动 准备下去 是准备下起来 我们练兵倒过倒位好位不好 谁来说 就是对手说 战场上见 保持战斗 是保持战斗 在各站位的默契配合下 他们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装备越来越好 训练越来越实 每个被化解的温期 都鼓舞着他们打赢的信心 从离港截掉最后一根缆绳 到返港搭上第一根缆绳 夕阳下归来 一片岁月静好 当我们出来生涯口的那一瞬间 看到太阳的那一瞬间 心情是这个无比的快乐 看到谁都高兴 看到谁都想不应该好 哪怕看到一朵花 看到一棵树 都想跟它说两句话 就特别亲切 就管这个生涯口往上一推 这个闻到大海的味道的时候 那一瞬就是觉得 值 洋帆 洋气 兰花雪 浩瀚的大阳 是你见着这一切 大海装进 炙热的胸膛 人民海军呆呆有浩欠 炙热的胸膛 为甘听你晴天觉 奔腾的巨浪为你痴承而不嫌 炙热的巨浪为你痴承而不嫌 炙热的巨浪 炙热的巨浪 我是某岸岛突击群指挥员 薰热的巨浪 我们正在进行陌生地域 岸岛突击群综合演练 海军某岸岛团机动突击群接到命令 快速向指定地域集结 对于岸岛突击群来说 灵活隐蔽迅速是关键 经过快速机动 突击群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分钟 抵达指定地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训练的特点之一 刚刚到达指定区域 该突击群便遭到第一级侦察袭扰 上级命令紧急分散隐蔽 并将一号发射车快速机动至某阵地展开独立发射 我们结合演习任务 对这些战法进行反复的检验验证 形成了一套 适用我们机弹道部队的作战体系 战法体系 我们认为目前还是非常贴近于我们的实战要求的 所有顺心而变的战场态势 都在磨砺着战士们向大营挺进 进入新时代 人民海军用勇敢和热血作打 不断刷新练兵备战的航线广度 飞行高度 水下深度 在竹梦深蓝的制胜航道上 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无坚不摧 无往不胜的海军达卷 历史的接力棒 我们传承到我们这一批这一代人手里 把我们的训练 把我们的战备 把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 不断地征调自身的能战能力 和打胜脏能力 我们就是为打纳而准备的 如果我们都不能完成的话 那后面的路那就没法走了 因为我们出去以后就是被水一战 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只能胜利 公元1865年遗筹 清暮宗同治四年 第一个大型近代企业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在上海建立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点 江南造船厂从诞生之日起 就承载着富国强军的梦想 从1076吨新中国第一艘国产潜艇服役 到8万余吨大型航空母舰下水 江南造船厂见证了 人民海军发展的加速度 一批批大国重器 从这里鱼贯而出 驶向大洋 大海扬波 航空母舰山东舰再次驶向南海 正在值班的指挥员 是副舰长吕勇军 而在不久前 它还是我国首艘两栖攻击舰 海南舰的舰长 三年 三艘主力战 一个缩影 赶上了海军支援当中的大发展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驾驭更好 更大的平台 这样自己有本事有能力 就会有更好的平台 让我们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像吕勇军这样 活跃在海军各重要岗位的指挥员 二十年前走出军校大门的时候 当时中国海军 与世界强国海军的时代差 能力差 还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候确确实是我们的装备跟人家差的 不是一代两代 装备 它是打赢高科技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保障条件 朝中暮惑 时光荏苒 新时代的风帆 为人民海军的新征程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2018年4月12日的南海海域海上阅兵 让世界看到了一支正在崛起的人民海军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迈亮相 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饱含申请 官兵的回答紧紧连在一起 人民海军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 在这一次阅兵的讲话里面 习主席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号召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这在一晚是不可想象的 2022年6月17日上海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命名一事 在这里举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贤号为18 从此 人民海军进入三艘航母并驾齐驱的时代 十年 中国航母建设实现三级跳舞 如今 辽宁舰踏浪远航 成为备战打仗先锋 山东舰也走向远海大洋练兵 远海训练成为常态 辽宁舰啊 作为我们航母建设的总支舰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路者这么一个作用 也希望我们的经验 能够为后续舰 提供一些借鉴 和我们的兄弟舰一起 共同把我们的航母作用能力迅速地提升 今后辽宁舰 山东舰 福建舰 可以组成双航母编队 这个时候它的能力可能就得到了倍增 这是我们非常期望看到的 也希望这一天早日能够到来 这些年我们航母实现了跨越发展 可以说中国特色航母之路 在现实中成果得到了检验 明成墙 这是极具军事意义的古建筑 墙内古树掩映中 有一座白色的小楼 这就是海军某实验室 没有硝烟 不闻泡火 行径的外表下 这里却是全国海上战事最多的地方 每年有上百场海战在这里打响 全体都有 签 总导演同志 学员毕业联合演习 准备完毕 签试试 拍四眼镜 签 与无声处听惊雷 一场大战悄然展开 早上不知 两步走腰 在实验室里把各种可能的遇到的情况 各种可能的方案和可能最后形成的结果 我们已经做到预先心里有数了 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指挥员 在真正走上战场 面对强敌的时候 心里能够多一分底气 多一分胜算 我们现在就开展了大的两个课堂 一个是上课的课堂 还有一个按照部队的作战指挥编组 那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的学员一毕业就能指挥打仗 下部队就会带兵训练 而不是要等他回到部队以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磨练 才能具备这个能力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遵循体系支撑 跨域协同 精确打击 攻防地体 这样一个作战指导 将叫战延战对接战场 使一线指挥官作战能力快速升长 一批又一批未来海战指挥员 离开这个实验室 走向更为真实广阔的演兵场 千里之外的另一栋小楼里 一套瞄准未来战争的作战软件 正在加紧调试中 标会 协同标会 就是您的不是有一个海投标会的吗 可以结合起来去搞一下 假如说我们不同的节点 说那个节点 那个节点 那个节点 我们面对的是一张图 然后来这样的标会 这时候这也是一个协同标会的功能 这里就是海军某研究中心 一艘军舰好比是一座高科技城堡 相关软件就是这座城堡的神经中枢 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军神因酬学开始兴起了 把一些作战指挥的东西 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 实行这种精确化的 这种作战指挥控制 最早舰艇上是没有指控的 全靠人工进行指挥 一开始呢 想走这个引进的道路 实际上国外是对我们封锁的 那只能走这个 自己研发的这个道路 创新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军事人才 我们必须通过4级加速 这个4级加速就是它的电池 电容其实充电时间得充到500伏的电压 500伏的电压 我希望充电时间 使用耗的4伏的电压 通过CBS进行伸扬 院校学员组成一个个公关团队 把教室当战场 在头脑风暴中 求突破解难题 部队官兵把岗位当平台 攻南关破壁垒 各种研装 研战 研学小组 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 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对接未来战场 打赢未来海战 快撤 这一天南昌舰的官兵 又将迎来新的出航 没人知道 四天前南昌舰派 刚刚靠上马头 目的 通过江湾舰 显示 小组的战场 飞飞舰 飞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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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准备出海 就是在准备出海 仅在2021年 南昌舰就五次奔赴远海 耕波离浪200多天 航程超过三万海里 这一行舰可能会有很多条 但是首件只有一个 我们的一小步 其实是这行舰的 一大步 所以我们的每一步 都会不仅影响我们自己的战斗力 也会影响到 后续舰艇的战斗力的发挥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 在生存战斗力 我们是为后续的舰艇做好铺垫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种 光荣感和责任感 美标方位 秒八三 形势所需 使命所细 南昌舰一入列 便全速奔跑 2020年10月 南昌舰官兵不负重托 仅仅用数月 就大幅度提前完成了全训考核 后续舰保持 破碎进水其他火 多人中招 这个周期是前所未有的 完全大家就是自己赶自己 你白天你有白天的操演 各种战斗警报 各种坑木的防空 反潜 对海一些操演 你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参加的 又累 但是也挺兴奋 大家都比人往前走 都不想掉队 我们作为跨带的驱逐舰 这是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呀 可以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平台上的一个战斗员 但是我们的行动是联系着打局的 我们要在打局下输出超长的努力 全建官兵都是这么想的 都很着急 我们要尽快形成战斗力 我们要尽快取得通往战场的通行证 我宣布军事演习 现在开始 完成全训炮和 取得迈向战场的通行证 南昌舰走向了国际军事舞台 2021年10月 作为中方指挥舰 南昌舰奔赴海上联合演习场 南昌舰官兵 面对海上复杂情况 淡定自落 举手投足之间 透着大国水兵的自信 这次连演 南昌舰以首发命中的成绩 向世界展示了 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成长速度 曾经的四大金刚 现在的大剑云集 从建设起步的艰辛 到交接路列的荣耀 再到大洋利剑出鞘 斗转星移间 人民海军换挡其速 2022年8月 海军航空兵某师 联合反潜实战化演训 正在进行 快了 大家检查好 就是击堆 给抓绕完 往上单动动 高度差100 战机抵达目标 海域上空 随即与水面舰艇 组网舰链 展开联合巡航 好 船长开机 空中战情人员 箭指如飞 对目标海域 实施全时监控 请客 舰机在海天间 织旧一张密网 对敌 展开围猎 发现可以到身 列庄 带来了海军部队 广于作战能力的 重大突破 信息是现在战争的 核心资源 郁锦锡他的作战是什么呢 他就是站在一个空中 站在空中一个是 他能够 照亮整个战场 把整个战场 敌我的态势都能够 通过数据链的形式 呈现在这个指挥员 以及这个作战人员的面前 对我们作战的判断 决策 行动都能提供一个 很直观的依据 幻影型逻辑呢 它列庄之后 它不光是一个容忍的问题 它和我们的各个反潜平台 也能达到一个同频 共振的一个效果 高 中 低 从水面到水下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反潜体系 使我们的反潜的效果呢 可能得到成倍的一个增长 听测到可以上升 转速 表示转 说到 保持监听 说到 我升纳目标发现目标 是否推动预解 好 明白 如何让心智作战力量 尽快形成战斗力 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反复学 反复言 反复练 反潜主要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天井就相当于大海里一个增 我们就需要去寻找一条增 我们会针对它的一个行动特点 去加强研究 这是一个常态 只要任务需要 天气我们都会去克服 都在能保障飞行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的程度完成任务 最近几年开始 这个预警机参与这个体系训练 演习演练 任务越来越多 大家对这个方面也都越来越重视 从预警机的作战的那个生成来说 最近几年时间 应该是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5 4 3 2 1 投下 起飞即战斗 这支部队利用战备巡逻 跟踪监视 重大演训等时机 强化实战化训练 打造战场大脑 让空中指挥所越练越强 夜晚 各型作战飞机在完成任务后相继归航 机场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地面机务人员相继接机 进行维修补给 为第二天的任务做好准备 从快速列庄 到常态化执行战备任务 人民海军新制作战力量建设 一直在不断提制增速 最后十分之为 航空战斗 非常噜 大家在进行航空空战斗 不断提制增速 我会继续 我们期待 装备发展的硬度 练兵备战的强度 跑出了直线超车的加速度 抵达了一片片新的海空 这是转力以后 对作战能力的一个检验 肯定是容易之战 也是生死之战 南部海岸 一支海军陆战队 正在全力备战一场 大型两棲作战演习 这是他们由陆军 转力到海军后 首次倾全旅之力 进行的全面检验 几年前 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 陆军魔步精锐 伴随改革大潮 军装由深绿换为深蓝 2015年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 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裁减军队员额 超过30万的消息 引发世界关注 机构压缩 人员预减 但是海军陆战队 却扩边组建 我们国家海洋活动面积 还有海外利益和海上权益 如果单靠下游力量 这个任务是很难完成的 只有陆战队活变成军 军改之后 多支陆军部队整建制转力 加入海军陆战队 他们需要在短短几年内 就训练成为一支 可以担负起海岸海岛防御 跨海远征和支援任务的 三起精兵 陆战队战斗作风也好 战斗意志也好 还是战斗技能也好 各方面都是游动选游 强能选强的力量 摩托化部队 一下改成两栖机械化作战部队 无论是战备训练 还是其他各项建设 模式都要改 这个跨越是非常大的 合成多能 快速反应 全域运用 昔日的路上猛虎 想要在数年之内 蜕变成为海上蛟龙 空中雄鹰 就必须摆练成钢 欲过重生 我们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泡在海里 进行海上技能的体能和训练 还有一半时间在路上 对基础体能和技能的强化 普通的路线队员 要求你是3000米 武装500米 那你像我们就要达到万米 在南方训练的时候 车内温度已经接近50度 车体温度已经接近70度 每个人有一个小风扇 所有人的衣服全部石头 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 盛战是盛战者的座右铭 东去寒区 下富南江 上高原 进沙漠 川密林 在不同地域环境下 这支部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经历了极为艰难的蜕变之苦 宁愿脱掉一层皮 也要竖起一面棋 昼夜间浮渡装线斩训练 搞了1800余吃 完成了核心技能的专攻精练 今天终于到了全面检验的关键时刻 随着侦察兵登岛上岸 一场大型两栖作战演习正式开始 数小时实战脆货 这支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以过硬的能力素质通过检验 从此 从此他们的脚步 由山岳层林到孤岛荒漠 由滨海岸滩到挺进深蓝 一步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海洋 转型需要迎难而上的勇气 重塑需要战破硝烟的洗礼 人民海军转型重塑的一个个标志性事件 如引领舰船航行的重要航标 照亮了他们勇于挑战的新航程 航母飞行甲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因此被誉为刀尖舞者 他们每一次起飞都是惊惊动魄的考验 多年来 随着中国航母陆续陆列 为了加快航母人才建设步伐 人民海军探索出了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 双轨并行的培养路径 称为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培养的风向标 最开始的改装办事的培养我觉得它主要是解决一个部队急需的问题 选择程度的飞行员呢到这个舰载战斗部队呢能培养的生功率会更高 舰载战斗的部队要想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它肯定要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鲜血液的这个供给 我觉得生长培养呢肯定是舰载战斗部队 它能够长远发展并且保持活力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2022年9月 新一批学员正在进行上舰之前的训练 再过几天 他们就将飞向航母进行航母资质认证 这些学员普遍年龄较小 他们正是在生长模式下 由院校直接进行选拔培养出来的 年轻一代舰载机飞行员 能够在自己20多岁的时候 就实现独立飞行舰载机的梦想 这曾经是他们渴望而不可及的海天之梦 回想起这一路吧 感觉对内心的感觉就是像一场梦一样 因为在我参加招飞之前 可能飞行员离我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后来呢也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但是当时又觉得舰载飞行离我又特别遥远 王鹏曾经觉得特别遥远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梦 因为生长模式的培养 如今已近在咫尺 他现在的教官孙艺飞 正是第一批生长模式下成功认证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当时给我们这个就是说 现在国家需要这个模式 和你们要去做生长一期 去走这条路才发现 我做件事这件事太伟大 因为我做的不光是自己的 还有为整个后续的舰载机事业 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这些生长一期的学员迅速走上站位 他们用高强度的训练 弥补飞行经验的步骤 最终在2020年11月 飞向航母 顺利取得航母资质认证 生长模式的路径成功打通 我觉得他们赶上了一个 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兵员呢 能够飞上三代级 那基本上都在今年35岁40岁 那么他们呢 可能刚刚走出校门20多岁 就有这个机会 加入到舰载机的一个队伍 生长一期成功后 激励着大学里 每一个有着舰载机梦想的飞行学员 我就觉得 这个航母飞行 这个视野 离我也是头一次感觉这么近 之前一直是改装起班 只有他们是从院校直接出来的 建载机飞行员这个路途 这路已经铺到了我们的脚下 就是沿着孙教官的这部路 只要我付出努力 我就可以成功 如今通过生长模式的培养 王鹏和高原 等新一代海军飞行员 飞出了人民海军改革创新的新航标 报道建长 站位好向135 好处20天 站位时间22分钟 建制二者 主炮做好对海射击准备 二舰人主炮系统 对海攻击准备好 打击目标 要动动摇拼 对海长组织射击 主炮追 打击目标 要动动摇拼 加油 导弹护卫舰运程舰 常年在海上执行战备值班任务 我们运程舰官兵 这两年的任务是非常饱满的 每年的出海时间都超过了300天 航程达到了8.5万海里 相当于我们绕地球赤道 3.8全 以前的话 我们可能就200天 就算比较多了 现在是随着形势的变化 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 所以说兵力出动的强度比较大 最近三年 我们平均每年将近300天 我们最长的一次是338天 2019年12月初 运程舰随第34批护航编队启航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 这一次的出征将打破人民海军驱护舰 单年出海的最长记录 海军175编队 顾雅丁湾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 团送仪式 现在开始 就在运程舰出航不久 因为任务需要 他们在护航期间 不能再靠岗修正 只要在海上 战舰就要24小时保持战备状态 170多天的护航任务 运程舰的战士 需要连续盯在站位上 避免出现任何安全问题 才能确保护航任务顺利执行 任何一个人 如果是想心里出现问题 或者是身体受到了伤害 如果舰上这个情况 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们这个舰就只能返航 在170多天的护航任务中 运程舰全程没有靠岗修正 他们攻坚克难 最终圆满完成护航任务 回到复国 但是本应回岗修正维护的运程舰 却在短短几天过后 就加入到了 守卫南海的战备任务当中 就这样 2020年结束的时候 还在海枪巡航的运程舰 在当年足足航行了338天 那一刻 他们创造了海军驱护舰 单年出海的最长纪录 运程舰这个钢铁集体的实践经验 也成为其他舰艇学习的标杆 我把我们这样一艘长期 一线前沿的箭 比如说我们战区海军 卯在一线前沿的一颗锚钉 我的出行使命就是要 确保这颗锚钉 永不变形 永不松动 永不生锈 经得起一切考验 能够完成好一切 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 一次次突破 成为一座座航标 照亮了人民海军走向强军的新征程 回望来路 这些航标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里 成为了海军官兵的精神标的 人民海军第一支快艇部队 第一支驱逐舰部队 第一支潜艇部队 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 第一支舰载直升机部队的老装备 都收藏在了海军博物馆当中 今天海军博物馆工作人员整装列队 等待迎接一位老兵的到来 一座座航空兵部队的革命的硬部头 精神 麦贤德 2017年全军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之一 在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中 他用生命铸就的精神标的 珍藏在了海军博物馆当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八六海战 是人民海军成立以来 规模较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 麦贤德当时是611艇的机电兵 他在头部重弹 脑浆外溢 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 誓死战斗三个多小时 直到战役完全胜利 从此钢铁战士麦贤德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 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 在明珠两岁时 他的父亲 舰载机飞行员张超 在一次飞行训练中 因战机突发故障 壮烈牺牲 后来那个飞机出状况 当他没有跳还在飞机上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跳 这是明珠小时候最大的疑问 但是在成长过程中 当他了解到父亲张超 在战机遇到故障后 本能地将操纵杆猛推到底 选择挽救战机 但是却失去了可能逃生的4.4秒 4.4秒的抉择 明珠渐渐明白了父亲 也让父亲成为了他心里的大英雄 2019年9月17日 习主席签署主席令 授予麦贤德 张超 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 易明明 铁血英魔 激励着一代代海军官兵 义无反顾 冲锋在前 在迈向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中 这些奋斗和成功 探索与突破 定格为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如巨航标 标注了人民海军改革强军的新刻度 成为人民海军走向强大的时代见证 哈喽 中国海军 不知道听见没有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谁也没想到我环球还了这么久 第一次在南非能看到中国的军舰 我一场兴奋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2日 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船长 环球航行至南非海域 偶遇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这是他环球旅行以来 第一次在海上看到中国的军舰 中国海军 这里是中国船长 我来自四川 我正在经过你的右旋 好的 船长 为你们一路追发 好的 非常感谢 有你的保护 我太开心了 中国海军终于走上了深浪 感谢你们 好 船长 不客气 好 谢谢 谢谢 祝你们航行愉快 为船长送上祝福的军舰 正是新型导弹驱逐舰淮南舰 2022年9月到2023年2月 第42批护航编队 共执行20批29艘次中外船舶护航任务 为保护过往商船安全 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中国人来说 万里之外的亚丁湾并不陌生 六百多年前 郑和率领的船队就曾来到过这里 然而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曾与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 梁启超感慨 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制哥伦布 而我则政河以后 而我则政河以后 竟无第二支政河 如今六百多年过去 中国海军已不算是宅男 而是一个敢于担当 敢闯大洋 捍卫和平的勇士 亚丁湾是世界各国船部 往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业后 也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创意的重要海上通道 维护该海域安全稳健 意义重大 同为船长的吴从毅 从事航运事业已经29年 他亲眼见证了我国护航编队 为保障世界航运事业的安全做出的贡献 大概2008年左右 那段时间海盗比较猖獗的时候 后来护航编队出来以后 海盗就慢慢变少 因为护航编队 对于海盗来讲 我觉得是个正确的作用 2008年 日益猖獗的索马里海盗行为 引起了全球忧虑 在亚丁湾和索马里附近海域 海盗肆无忌惮地 劫持过往船只 扣押人质 索要赎金 严重威胁 航金此处的船舶和人员安全 即当年11月 中国天狱8号渔船和船员 被海盗劫持后 12月 中国振华4号轮 在亚丁湾水域再遭海盗袭击 那时 中国船员只能用些简易办法 保护自身安全 我们必须要把船上的提示网 然后消防水袋 水桶 就所有的大油桶 200什么的大油桶 装水 甲银安排好 甲银上面 要不给它做好枪 那种用木头咳个枪 2009年 吴从义的船再一次出发了 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航行 是在中国海军的护航编队保护下进行的 即使有护航编队保护 危险还是出现了 当吴从义的船行驶到索马里海域的时候 周围突然出现了几艘可疑船只 当时那个有一个小船 从右面 开始的速度比较慢 它就慢慢慢慢过来 过来以后速度慢慢降快 我赶紧就是用高频 叫那个中国军阶 包装 左船27度距离13链 中期目标 向右卫运动 一级 防海洞部署 了解情况后 编队指挥员立即做出救援部署 战斗警报拉响 全舰玄机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唯独商船的快艇舰撞 停止抵禁 并逐渐远离 最终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当中国经验过来 把他们驱离完以后 驱离过程中 我们心里要放心了 总算是 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驱离海盗 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是护航编队的首选方式 但并不是每次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驱离成功 与海盗直接面对面 鹤枪实弹交锋 是在后来的护航任务中 经常遇到的情况 2017年4月8日 第25匹护航编队突然收到求救信号 土瓦卢籍货船遭海盗劫持 船上有19名船员 导弹护卫舰预林舰 立即向事发海域进发 这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第一次出兵 营救外国船只 上去后就位都救了这个地方就位 然后在两边快吃了到这个地方就位 就开上去 最终货轮上的19名船员安全获救 下一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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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逃离舱的三名持枪海盗被全部抓获 我们说他们有五个人 只有一天一队是中国人 可以让我们带我们带我们 人们从中国来带我们 自中国人 自于2008年12月26日 开始执行护航录制金 我国先后派出了十多批 护航编队 三万游民官兵 和亚历湾佐曼利海域 执行护航录 以有7100多首次 中外船舶从中射映 如今亚历湾这个黄金航道 越来越趋于安全稳定 中国海军用实际行动 为构建人的命运共同体 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毅丽是辽宁本西 一所医院的医生 如今能坐在宽敞明亮的 办公室里工作 成为了他倍加珍惜的生活 因为就在八年前 他曾深陷战争 因为我们是在和平年代 和平国度长大的一个人 从来没见过战争 但是没想到自己 一步一步地就自身于战争之中了 2015年年初 野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 王毅丽时任中国援助野门医疗队队队长 对当时的危险 他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只能从窗户口 偷门地往外看一看 外面那个硝烟炮火 那个然后听枪炮声 就是特别就在眼前 就在耳前 危机关头 习主席亲自下令 护航编队执行撤侨任务 正在亚丁湾海域护航的 中国海军第19批 护航编队临仪舰 40小时内 在亚丁港外完成部署 维方舰 维山湖舰 在鸿海和台达港外集结 因为野门正在爆发战争 也是相当于第一次 七年战争 个人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 指挥员同志 火箭已进入野门领海 各系统被变 做好靠国准备 各部位加强观察警戒 发现情况迅速报告 是 军舰一露头之后 有人就大声呼喊 军舰来了 祖国来接我们了 当时那一案上就沸腾了 就是大家手持国旗 就呼喊了 奔跑啊 党中央 中央军委 派我们来接大家 我们习主席 派军舰 接你们回家 好 好 军舰大万贵 军舰大万贵 和巴基斯坦 新加坡 波兰 意大利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等15个国家 279名外国公民 安全撤离野门 当时我看到 这些外国人 都是用了羡慕的眼神 看到我们中国人 他们都是 非常非常敬佩和羡慕 中国 就是你看到 那个大军舰 在你眼前 你无不感到 真的就是太自豪 中国海军 带你回家 置地有声的八个字 浓缩了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情怀 与担当 这既是我们人民海军 综合作战能力的 一次集中体现 也是我们国家 综合作战能力的 一次集中体现 进一步锤炼了 大家都敢于亮剑 敢打必胜的 这种战斗精神 我是中国海军 护航编队 如需要帮助 请在16直到 出站网 If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Please call me on Panel 1-6 从亚丁湾护航 到海外撤侨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壮具 域外军事行动 锻炼人民海军 远海大洋 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向世界展示了 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海军八丁湾 执行航行舍命 大连岸乐部 股份满兵 请次启航 启航 2022年11月10日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再次启航 到达印度尼西亚 开展医疗服务 我想体现的 正是我们国家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这种理念 同时展示的是我们国家 自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种坚定承诺 这是一艘军船 这是一艘军舰 却没有任何武器装置 这是一所医院 却能来到病人的家门口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是中国第一艘制式建造的医院船 在撒泽航 在撒泽大爱的航迹上 留下了无数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2017年9月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抵达塞拉利昂的第三天 在中赛友好医院 院长急匆匆地找到了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医生 这名产妇是严重的 妊娠期糖尿病 那么因为血糖的急于的升高 我们的专家判断 这名腹内的胎儿 已经存在了宫内去养的情况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很快 孕妇拉玛图 被推进医院船手术室 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麻疾的过程 把这个手术迅速地完成 随着手术室里 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正好那天是世界和平日 而且出生在我们的 和平方舟医院船上 所以孩子的父母 就决定给这个宝宝 取名叫和平 那么这是我们 和平方舟医院船 诞生的第六个宝宝 和平方舟 和平方舟每到一个国家 都会温暖一颗颗当地群众的心 每当治疗结束或手术成功后 当地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 给孩子取名和平 是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而更加直接的感谢 就是拥抱或亲吻 正在亲吻中国医护人员的 这个小男孩叫达米安·马英 他的照片曾被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用来感谢中国和平方舟的医生们 2018年7月份 我们出访第一站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个小朋友的话 是我们烧伤专业的一个疾病范畴 但是由于他们国家和当地的医疗条件所限 没有进行一个很好正规的治疗 所以孩子在四岁的时候 整个中指 无名指 粘连得非常厉害 手掌打不开 这种棘手的病例 曾让其他医疗队望而却步 然而 马兵和战友却毅然接过了这个担子 我们是医生 我们是军医 我们要给孩子解决病痛 那么别人的国家 不是说他们不敢做的 我们敢做 而是他们做不到的 我们做到的 尤其是我们当时是作为人民海军 代表国家处军 我们身上背负着满满的这种使命感 我们想向其他国家 传递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友爱 也向他们展示 中国医生的责任担当和精湛记忆 终于随着孩子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直皮手术顺利完成 当听到孩子醒来后 第一句话就是谢谢时 整个医疗团队备受鼓舞 创造了几个第一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实施小儿全麻手术和农方舟最小年龙的患者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一次在和平方舟 对这样的儿童实施一个精细的全程皮肤移植 进行一个守康复功能 陆列十五年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先后十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航行二十六万余海里 服务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 为二十五万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实施手术一千四百余例 当中国护航编队穿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当中国军舰为灾后的汤家送去救援物资 当撤侨的军舰打出接你回家的横幅 大国军人的形象 就这样一次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迈向大洋的中国海军 承担着捍卫世界和平的使命 拨洒着温暖人间的大爱 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之士 有益之士 回期四天的中巴海洋卫视二 海上联合演习圆满闭幕 两国的参演兵力密切协同 完成了所有预定课目 此次演习是中巴海洋卫视系列演习的第二次演习 对于王祖成来说 这次中巴连演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我们成长很快 十年前如果说我们还是学生 那我现在觉得我们已经成长起来了 张开臂膀 拥抱世界 从太平洋 印度洋到大西洋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从大洋洲到中南美 中国海军多次走出国门 先后于几十个国家展开连演连训 今天 人民海军所守护的 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江 它的视野已超越国界 描向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一个大国拥有的视野和胸怀 中国海军的发展与国家发展相适应 未来中国海军必然将迅速成长成为一支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就像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样 势不可到 与正义同行 中国海军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与和平相伴 中国海军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中城航下 至圣航道 巨舰航速 如巨航标 深蓝航迹 强军这十年 人民海军请进深蓝 或不前行 如今 威威钢铁建阵 正朝着建军一百年目标 戳力奋发 团结奋